香港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 确诊数字持续在高位徘徊 在公立医疗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医疗资源告急之际 香港高校利用专业优势 多挫病举 积极发挥中医药在疫情防治全过程中的优势 助力香港抗疫 日前 记者在香港晋慧大学中医抗疫远程医疗中心看到 校园中一些客室已改为诊室 有医生通过远程医疗为患者提供服务 据悉 近大中医团队于今年2月推出新冠病毒感染人士免费网上诊证服务 为在家隔离的患者或检疫人士免费提供视频咨询 问诊及派送中药等服务 至今该项目已服务超万人 第一方面包括整个的组织中医的远程医疗的情况 因为主要针对目前一大部分病人在确诊之后 居家隔离没有办法就诊 当时没有办法出来拿药的情况 第二个工作我们在线上提供了医务咨询 因为咨询的工作有很多病人 其实它有的部分病情也未必很重 手上有药但不知怎么办 第三部分的工作我们制定了一个香港的新冠肺炎中医诊疗的一个方案 这样的话就同指导我们在临床诊疗过程当中的医疗工作 该校协理副校长辩兆祥介绍 学校结合内地新冠肺炎治疗经验 本地案例等编写完成香港新冠病毒感染者诊疗方案 为相关临床诊疗提供规范指引 香港的病人它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特征 香港的一个常年气候比较潮湿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新冠病人的临床特征上面来讲 从病上说它这个湿血比较明显 所以在临床拥药的过程当中 我们特别强调在新冠治疗的基础上 强调去湿的重要性 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看到 其实很多的老年人的情况比较多 老人本身它有些基础疾病 像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啊 像一些中风的基本情况 所以在临床拥药上来讲 我们因应这个情况呢 我们在临床拥药方案上面做了一些调整 这样的就更加适合于香港本地 在新冠治疗方面的重要的情况 安老院设是香港第五波疫情的重灾区 香港中文大学医疗团队不遗余力 参与到香港医管局主办的 安老院设中医诊疗服务中 至今已服务约1100名社区新冠病人 港中大中医学院副院长林志秀 在受访时表示 实践证明中医中药对调节改善 新冠患者的症状很有帮助 我最近看了两例小孩子 他们发烧是很高的 发到40.6度 这个体温都一直都不容易降下来 我们一边就给他吃这个中药了 这些都是一些舒风清热解毒 立烟的这些药物 同时就是因为要退烧 西药的退烧效果还是比较快的 通过中西结核的治疗 基本上能够把体温都降下来 然后病人的症状都慢慢地改善 因为我们那个中药很多时候 它有消炎的效果是挺好的 它一方面有清热解毒 就会消炎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 它主要是还有个免疫调节这方面 所以对这个整体的调节 那个病人的康复还是很有帮助的 林志秀表示 回顾中国历史 中医药在至少300次大型瘟疫中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积累了丰富经验 他相信中医药在预防新冠肺炎 减轻病症等方面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它就是很好的抗炎作用 就是病毒感染到我们身体以后 我们身体对它有一个反应 就是有一个免疫反应 然后产生一些炎症 如果我们就及时把中药内服 然后中药又有很好的清热解毒 所以把这个炎症阻断 所以基本上就能够很快地 比如说把体温给降下来 然后就是一些临床症状 包括咽喉咳嗽课堂 这些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 一个就缓解 甚至改善痊愈 除了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临床服务 香港大学也从新冠的预防 治疗和康复多方面提供支持 港大中医药学院院长冯一斌 在受访时表示 港大团队在疫情初期 已参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事情第七版及国内外经验 制定出第一版香港的中医治疗方案 包含病前预防 病中治疗和病后康复三方面 那么还有打疫苗以后出现的一些不良反应 也会找中医看 或者是康复以后 有些他也有各种各样后裔的症状 他也要找中医看 所以在早期的话 我们学院的这个门诊 一直在看这些COVID-19相关的疾病 而且我们学院的就是一直在提供这个疫防的方案里边的包括各种药膳食疗的东西 现在目前的我们给市民大众提供了一个六个方病前的食疗方病中的食疗方病后的食疗方各两款 我近我了解 就是市民大众的欢迎 因为这个食疗方它是要食两用的 都比较平活 那么对舒缓大众的紧张情绪 对疫防改善体质都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波疫情以来 部分社区隔离设施人手缺乏 港大医学院主动承担起一间赞托中心的150张病床 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协助老年患者抗疫 那么这个面对老人家呢我觉得这个就有一个新的课题 就是说原来国家除了三方三要啊 就是从一般的风热表证啊 风食风寒表证啊 或者加食啊等等的一些方案里边来看呢 对这些老人家呢 情况都不明显 所以我们当时回来就是对针对老人家 应该要着重在这个扶证曲协 就雇本培炎这块要减下去 因为老人家身体比较弱 比较弱 学院不停地在开这样的COVID-19相关的会议 就是形成整前院的一个对中医学理论 实践操作的一些规范化 标准化的共识和认识 以便大家在实际工作中能发挥作用 不少高校负责人表示 要让文化多元化的香港乃至国际社会 完全接纳中医 认可中医抗疫效用 并将中医更好地运用在抗疫过程中 仍任重道远 需要全港高校以及业界的共同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